去年疫情期间 身为口罩国家队的晋星科技 涉嫌在厂房私设口罩生产线 被卫生局当场查获 负责人许姓父子 被依照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移送法办 当时公司还出面声称 只是在试车并没有包装贩售 但经过地检署侦办之后 父子两人态度转变坦诚犯行 除了必须缴回不法所得4000多万 还要在各角交500万给国库 所以一共是5000万 也获得了还起诉处分 卫生局人员和检调单位 来到口罩工厂 两座机台被当场查封 身为口罩国家队的警刑科技 在去年9月疫情期间 爆发私设22条口罩生产线 违法生产口罩 负责人许姓父子被依法送办 经过桥头地检署侦讯 两人坦诚犯行 一共缴交5000万元 获得还起诉处分 和被告二人所为军系 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 未经核准贩卖 擅置制造之医疗器材罪行 卫生局调查发现 晋星公司当时登记 合法生产口罩的 是位在三名区大楼的五楼厂房 但业者不但在其他楼层 私设产线 还在左营区新设厂房 达量生产口罩 贩售牟利 但当时晋星公司出面声称 现有看到的搬运过来 那周六我们上午才刚坐试车 这么巧那天试车就被 是的 没错 不够负责的父子两人 在开庭征讯后态度180度大转变 谈诚犯行 检察官考量两人没有前科 态度良好 予以还起诉处分一年 但必须缴回犯罪所的 4000多万 还要各缴国库500万元 等于要缴5000万 被告公司已于110年10月6日 将犯罪所的4042万8078元 缴纳于公库 以本件还起诉处分 确定这日期六个月内 分别向公库支付还起诉 处分金500万元 疫情期间加入口罩国家队 投入防疫 却涉嫌用没报备的器材厂房 生产口罩被认定违法 不仅钱得叫灰也伤及声誉 记者陈允肖致远高雄 财阳报导